歡迎收看佩玲愛佩佩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雙胞胎的佩佩 暑假到了很多高二升高三 或者是大三升大四的學生們 大家都會趁著暑假的時候 去畢業旅行或者是去遊學 可是如果平常跟男朋友 黏TT的 就是或者是出去玩的時候 那有什麼樣的方法 可以讓大家一解相思之苦 然後或者是你出國 shopping 或是出去玩的時候買太多東西 要怎麼樣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呢 今天佩佩做了一個主題 就是適合出去旅遊的時候 大家可以參考帶的一些東西 有些還蠻好笑的 有些有點苦手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好可愛喔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男朋友的手背耶 那這個男朋友的手背要怎麼用呢 我覺得可以在辦公室的時候 睡午覺的時候使用 或者是出國的時候來使用 那我們先說辦公室好了 就如果你平常早上很早上班 然後晚上加班又加都不行 然後六日也沒時間陪男朋友 沒時間見男朋友 那很想男朋友的話怎麼辦呢 大家可以睡午覺的時候這樣子 趴在桌上睡午覺 這時候男朋友的手背就會抱著你 這樣 就可以這樣睡覺 超可愛的 我覺得很可愛 而且蠻好笑的耶 或者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子睡 這樣子睡 就好像是男朋友這樣 用著你睡覺那種感覺 就這樣睡覺這樣 哇好舒服 馬上就安全感了 馬上就可以入睡了 因為啊 你知道 我覺得這一個 有一點點是小別的時候 比如說去遊學 或者是空姐朋友 空姐那個朋友們 他們都很適合用這一種 就是常常在國外跑來跑去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東西 一解相思之苦 可是我不建議男生送給女朋友 這個東西啦 因為錢結快到 我不建議男生送給女朋友 這個東西 因為這樣子女朋友就會想說 你為什麼送我男朋友的手背 你是不是意思 平常要很少陪我的意思 為什麼要送我男朋友的手背 可是我建議就是 好姐妹們可以送給好姐妹們 尤其錢結快到 如果你的身旁有女生 還沒有交男朋友的話 你就可以送她這個男朋友的手背 讓她就睡覺的時候 好像宛如又一個男生 再給她秀秀的感覺 然後抱著她睡覺 不知不覺就有安全感 馬上就睡著囉 好的 接下來還有一個蠻苦手的東西 因為這個是我的空姐朋友告訴我的 那我這個空姐朋友還蠻妙的 因為她常常會坐飛機 飛來飛去 有很長一段時間 都沒辦法看到她的男朋友 那她怎麼樣一解相思之苦呢 她就這樣子 戴著她男朋友的T-shirt 而且要男朋友穿過的喔 才會有男朋友的味道 男朋友的香味 戴著男朋友的大件T-shirt 然後你看喔 一個人睡飯店 通常啊 一個人睡飯店都會有兩個枕頭 對不對 她一個拿來睡 然後另外一個枕頭拿來幹嘛呢 就把它塞進去這個衣服裡面 我今天拿的是小抱枕 因為我只有帶我自己的衣服 我的衣服比較小件而已 所以就只能塞小抱枕 沒辦法塞下一整個大枕頭 好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如果男生的T-shirt或Polo衫 塞了一個大枕頭在裡面睡覺的時候 就好像抱著男朋友睡覺的感覺 其實也不錯耶 我覺得滿好笑的 可是啊 在這邊要跟大家講 如果是男生要一解 想女朋友的相思之苦的話 那沒有出女朋友的手背怎麼辦 男生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就可以戴女朋友的衣服 然後放進那個抱枕裡面 那就可以這樣抱著睡覺 然後也還滿有趣的 就可以一邊聞著它的香味 然後一邊入睡 就覺得哇 好像有男朋友 在隨便陪我的那種感覺 好的 可以提供給大家這些 哭手的小玩意兒 好的 那還有出國玩的時候啊 你大包小包買了很多的東西 這時候啊 有時候你對提的手好重喔 因為出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買東西買東西 那在這邊提供給大家看 如果我們平常拿著這樣子一個袋子 然後東西又很重 然後又拿很多的話 手會變成什麼樣子 就會勒出那個形狀出來對不對 就那個勒痕 然後久而久之手就會紅紅的 而且很痛 有沒有就有這種勒痕 好痛喔這樣 然後又拿一大堆東西 就覺得逛街好辛苦喔 那現在有一個東西 可以讓大家shopping的時候 大包小包更輕鬆一點 你看有這個掛鉤 這是我把所有的袋子的繩子 細細的繩子都掛在上面 等於說你受力的面積變比較大一點 就不會有那種勒出細細的痕跡 然後就只要抓住一個就好了 就很好抓 就不會手上啊 都掛滿了 就是你知道有的女生買東西的時候 不僅手上你拿著 就連這個手臂這邊 手腕這邊也會掛東西 然後都淚得這樣紅紅的 有時候都會有那個 微血管破裂的感覺 像我常常就會有 微血管破裂的小點點在這邊 然後它就可以這樣子 不是它就可以這樣 它就會淚成這樣子 然後很不舒服 然後有這樣子的 那個小東西 小物品之後啊 你知道這個小東西 其實不管去shopping或是去菜市場買菜 都可以把這些那個塑膠袋啊 什麼的掛在這邊 然後就這樣提著很方便 然後可以一手坐著電車 就當地的電車 然後一手這樣提著 然後甚至還有其他的手 就是其他可以拿相機出來拍照 就還不錯 就不會大包小包的很狼狽了 但是如果是真的有錢人的話 我聽說那種真的有錢人 都買那種大的紙袋 比如說L開頭的或G開頭的 他們的那種大包包紙袋啊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大 他們都用背的背在肩上 所以這個可以提供給小鐘買家 或者是沒有男朋友幫你提東西的女生 就可以自己這樣子提 好的 提供給大家 好 接下來出國玩的時候啊 有時候你買了新的褲子 想馬上穿在腳上 或者是你去買新的牛仔褲的時候 有時候新的牛仔褲 會不小心跟地板一直kiss kiss 這時候啊 你的牛仔褲就會被磨得這樣子 醜醜的毛毛的就 就也會被踩髒了 再加上下雨天的時候 你的牛仔褲就整個變髒稀稀 髒水就會稀稀稀稀到褲管上面來 其實還滿髒的 那怎麼辦呢 有的人就只好別別針 在這邊這樣別起來 就看到別針有一個銀銀的一個別針 在這裡不太好看 或者是用縫的其實也很麻煩 用完用去怎麼樣都好醜喔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就有一個這樣的小東西 也是一個小夾子小玩意兒 它可以讓你的褲管變短 可是卻不著痕跡 然後還會有一點造型的感覺喔 這個要怎麼用呢 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有夾子 可以把夾子扳開來 好的把夾子也扳開來 剛好我拿著牛仔褲 也是我去韓國新買的牛仔褲 它也是稍稍有一點點長 然後那裡又沒有可以幫你修剪的服務 而且你買東西的時間 只有一點點沒辦法在那邊等它修剪 你就要去下一個景點了 你就只好拿回家的時候再改 或者是在當地的時候 你就可以戴著這個東西 你看我把褲管折起來 然後我夾上這個夾子 等一下我看哪一個是正面還是反面 這個是背面 好這樣子 夾起來之後 兩邊都給它夾起來 好之後呢你把它蓋起來 你的褲管就會很像是天然就是 好像有那種有一點點仿舊的那種折痕 它就會擠在你的球鞋 或者是高跟鞋這邊這樣擠著 然後就不會看到任何一點痕跡 它就會變短了 好給大家看另外一個褲管 就會這樣子 也是有這樣的感覺 就有一點點仿復補的感覺 折起來但是卻不會有那種折痕很醜 然後褲子再也不會一直不斷地跟地板來做Kiss 可以摩擦到變舊啊或是變傷變醜 好的提供給大家 最後呢再給大家看到的是 出去玩的一個攜帶方便的小物 就是我每次出國出外景的時候 我爸爸都會提醒我說 有沒有帶那個手電筒 那有任何狀況你在暗個地方的時候 或者是臨時發生什麼火災 必須要有一個手電筒對不對 然後手電筒 平常帶了就放在行李箱 其實你也不會拿出來 因為還蠻重的 這個東西啊 它看起來很像那個認天堂對不對 很像認天堂的遊戲機 它其實是一個小鏡子 你就可以隨時隨地掛在自己的那個手機上面 然後隨時隨地整理一下遺容之外 你按了這個喔 它還會有 手電筒的功能 小小手電筒的功能 所以讓大家可以又攜帶手電筒 又隨時整理遺容 要拍照的時候 馬上拿起來就趕快 拿起手機的時候 就趕快整理一下遺容 然後出國的時候就可以 隨時隨地在任何景點拍照了 好的 提供給大家 有出國的時候可以解相思的小物 然後還有提東西 購物的時候不會讓手受傷 不會讓手疼痛的一些小東西 還有你買了新的牛仔褲 如何可以不讓新的牛仔褲髒掉 甚至還有這個隨時隨地 在各個景點拍照的時候 或者是半夜住旅館的時候 所攜帶的手電筒跟鏡子 提供給大家 那這些東西也是佩佩在網站上面 找到的一些有趣的小物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這些東西 在哪裡可以買得到 就到佩林愛佩佩的網站上面 然後問我 我就可以在上面跟大家聊天了 好的提供給大家 下次見 拜拜